统舱中终于有人觉醒 不想再成为被圈养的羔羊 可在下一个 执法队员气势汹汹地冲进病房 好在觉醒的朱丽叶早已离开 此时正躲在婴儿室的桌子后面 由于担心影响宝宝休息 执法队员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便转身离开 事后查看监控得知 朱丽叶从这里的楼梯离开后就不见踪迹 执法者大胡子阴沉着脸 表示医疗部的监控盲区还是太多了 随即她便来到白发老者丽叶的房间 扯下镜子前的毛毯后 她又看了看拆下来的通风管道 询问朱丽叶到底从这里得到了什么 后者聪明地打起感情牌 原来大胡子的妻子怀孕时差点难产 还是在丽叶的帮助下才顺利生下孩子 可大胡子丝毫不念旧情 如果丽叶不老实交代 她保证会让对方老死在病房里 丽叶知道大胡子没有开玩笑 只能无奈交代实情 得到想要的答案 大胡子并不准备履行承诺 特意叮嘱护士每天给她来一针 而得到硬盘的朱丽叶 此时正在父亲的办公桌前 她迫切想要知道硬盘里的内容 可惜系统提示 权限不足无法打开 对电脑一窍不通的她 根本无法将其破解 她就这样在父亲办公室里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被对讲机吵醒 副警长让她赶紧来趟办公室 原来司法部的人正在警局里大肆搜索 显然是要找到历史遗物硬盘 朱丽叶撒起谎来面不改色 她昨天只是去了丽雅病房正常看望 司法部无法证明自己私藏历史遗物 副警长比林斯立刻变得底气十足 搜查执法场所需要各种省匹文件 这明显违反统仓公约 可这群人却置若罔闻 甚至还要检查朱丽叶的随身背包 后者虽然不情愿 但也理直气壮地任人查看 好在那块硬盘并不在里面 看着凌乱不堪的办公室 朱丽叶突然会想起 多年前极为相似的一幕 那时候的她刚刚八岁 这天她跟着妈妈来到农场 用一瓶小药丸 找农夫换来一只受伤的野兔 这是母亲特意用来研究的实验对象 她发明的放大镜实在太好用了 在神奇镜片的帮助下 可以看清兔子体内的每根血管 母亲心中一直有个遗憾 如果能将放大镜推广开来 朱丽叶的弟弟 也许就不会因为心脏病而死了 谁知没过几天 大批执法队员 闯进朱丽叶的家里 开始大肆搜索 理由是有人举报她母亲私藏未禁物品 躲在房间中的朱丽叶 偷听到了父母的对话 父亲责怪妻子不该私自制造放大镜 劝她赶紧主动上脚出去 母亲说自己只想让 桶仓内的医疗技术更进一步 而且这个秘密除了朱丽叶 就只有父亲知道 母亲断定肯定是老公向司法不告的秘 或者一个劲的摇头否认 但朱丽叶的母亲 已经对老公彻底失望 跑去客厅主动拿出一个个配件 当着众人的面开始组装 没过多久 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凭空出现 领头的执法队员掏出铁锤猛的砸下 一声声脆响 仿佛寄在母亲的心房 随后她又要带走那只野兔 母亲谎称兔子早就被吃掉了 执法者看了一眼朱丽叶父亲 随即带着手下转身离去 老父亲还想解释什么 可在对他失望透顶的母女面前 显得万分苍白武力 朱丽叶悄悄来到卧室 打开装着野兔的铁箱 她的伤口早已痊愈 说明母亲的放大镜确实作用很大 收回思绪的朱丽叶 被副警长叫到办公室 她觉得大胡子是在故意针对 直到自己进入牢房 或者翻过栏杆才会停手 再次跟比林斯确认 这属于非法搜查后 朱丽叶觉得是时候反击了 只见她气势汹汹地冲进大胡子办公室 让比林斯列举出刚刚的搜查行为 违反了哪些攻略条例 大胡子异常诧异 质问比林斯到底站在哪边的 后者苦着脸表示 现在朱丽叶才是自己的上司 随即便将大胡子靠了起来 不得不说 朱丽叶这手玩得漂亮 待众人全部离去后 她立刻关上大门 开始在大胡子办公室里搜索起来 在一个资料柜中 她无意间发现抽屉背后有个暗格 里面放着几叠居民资料 其中就有朱丽叶的母亲 第一页赫然写着 监视报告几个大字 朱丽叶的瞳孔猛然收缩 只见她第一时间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强压心中情绪 询问父亲你知道母亲没什么自杀吗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 却是朱丽叶第一次提起这个问题 老父亲显得很激动 当那个放大镜被击碎时 妻子的心其实已经死了 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几度愧疚中 当司法部冲进家里时 她不该屈服于对方的意志 而是得替妻子做些什么 后来她想过要去民补 可朱丽叶母亲根本不接受 心中还在怨恨自己老公的告密行为 说到这里 老父亲再次澄清 自己绝对没有举报妻子 表示这些不是你的错 而是司法部通过摄像头 知道了放大镜的秘密 这是她之前找到母亲的监视报告才想通的 原来这些年以来 她一直错怪了父亲 就在这时 有护士进来汇报 美秀部有人前来检查通风管道 得知父亲没有提出这个需求 朱丽叶立刻反应过来 这是司法部要来装摄像头了 随即她在婴儿床垫下拿出一个硬盘 原来她把东西藏在了这里 只是普通电脑无法读取资料 朱丽叶只能去找机械老师帮忙 她让父亲发封邮件给对方 晚上六点在家里等着不要乱跑 可当朱丽叶准备前往下层时 发现不少居民被堵在台阶上 原来是司法部设置了关卡 要逐一检查行人的身份和背包 朱丽叶知道这是针对自己的 只能无奈地转身回去 而被关在司法部的大胡子 丝毫没有罪犯的觉悟 居然要求警员给自己来杯咖啡 这些人迫于淫威 不得不按照她的要求行事 谁知大胡子得寸进尺 居然想用对讲机打个电话 谁知对方来了剧 我会记得你的 警员瞬间怂了下来 居住在下层的机械导师 看看时间已经七点多了 可朱丽叶父亲的邮件说 女儿六点就会去找她 机械导师心中生起不祥的预感 朱丽叶向来非常守时 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 老人只感觉一阵头一目眩 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 而正在餐厅中观测天象的好奇男 忽然收到示威送来一张字条 于是他顺着上面的地址 在一处零食房间中找到了朱丽叶 后者显得非常急迫 表示执法队五分钟就会抵达 随即他便拿出硬盘 希望在信息部门工作的好奇男 帮自己破解出硬盘内容 对方一眼就看出 这是历史遗物属于卫镜品 朱丽叶有些急了 你天天在餐厅看星星 难道不好奇桶舱外面有什么吗 这个硬盘里有影响知道的一切答案 好奇男有些心动 但还是担心受到处罚 朱丽叶一把扯下围部 拿起灯台将身前的镜子打得粉碎 看见里面的摄像头 他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而是转身告诉好奇男 这个东西存在于每家每户 请你帮我弄清楚真相吧 好奇男有些异动 可有担心连累自己的亲人 朱丽叶对他彻底失望 五分钟时间快到了 他必须马上离开 好奇男刚刚走出房间 便看到一对执法队员冒了出来 再次碰壁的朱丽叶 只能想办法突破检查 去找底层的导师帮忙 没想到临时市长霍兰德突然出现 顺利帮朱丽叶蒙混过关 后者直接将他带到农场的庄稼地 表示这里说话最为安全 随即便询问你为什么要把大胡子抓起来 朱丽叶早就将霍兰德当成自己人 说话没有丝毫避讳 他觉得大法官只是司法部推出来的傀儡 实际控制者其实是大胡子 霍兰德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要派人到处抓你 你到底把硬盘藏在哪里了 朱丽叶顿时瞪大眼睛 你怎么知道我有硬盘 不知不觉间 大胡子悄悄出现在身后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 原来霍兰德才是统仓的实际操控者 因为身为信息部主管的他 掌控着统仓内的所有信息 霍兰德没有否认 表示自己是奠基者选中的人 所有试图了解真相的人必须死去 这样才能维持统仓的长期稳定 朱丽叶察觉到不断有人靠近 毫不犹豫地朝着远方跑去 可惜四周早就扑下了天罗地网 他毫无悬念地被当场擒获 大胡子打开朱丽叶的背包 那个硬盘果然在里面 不过他并没有给朱丽叶 说了句我要出去 按照公约条例 这是要被逐出统仓的 朱丽叶自然极力辩解 可大胡子却一口咬定 自己和市长都亲耳拼剑了 朱丽叶知道 只要落入司法部 他就没有任何生活的可能 于是趁着众人不注意 他一把推开副警长 抢下大胡子手中的背包 纵身爬上栏杆 做事就要跳下去 以上就是羊毛战绩的第八集内容 这回总算跟司法部彻底决裂了 想必后面就该和他们正面硬刚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